救救Cony Chow 他有两只电力股在手 一只就是中国电力2380 他有4.6有货 另一只就是902 就是华能国电 他有4.58有货 两只都是在亏价 他说怎样看会不会破底 他说你建议他应该是立即止亏 还是有机会反弹 反弹之后才减持 可以先看中国电力 股价走势来说 的确是比较弱一点 到现在的时候 一直都在出阴烛 今天手回好一点 如果计算之前的几个交易 其实就出了7支阴烛 所以变成 现时去看的时候 就要看看3.6这个位置 会不会有一个支持 如果连3.6都失手收市 才考虑沽货 会比较适合一点 如果3.6是靠稳得到 股价是有机会可以 重上4元附近的位置 起码守得住3.6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机会 在3.9至4元之间 才考虑减持 事实上 油价升的时候 我相信 对于电力的 价格来说 其实也是有利好的因素 只不过暂时 大市的资金 不是很足够 所以不是每个板块有一个炒作 所以如果你看到大市成油价 刚才说到 可能是保持到13亿流上 我相信 中国电力股价表现 会有一个好转的状况 所以能守得到3.6 可以再看一看 另外是902 902的股价 比较平稳一点 所以我觉得更加适合去观望一下 但是现在是处于一个乘幅上落的状况 主要的拨幅区间 就介乎3.7至3.9之间 就未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如果见到连续两收高3.9的时候 可以进一步上网去到4.2 或者4.4这些位置 所以它一直都保持到 在3.7流上靠稳的话 可以再观望一下 但是暂时去看的时候 因为它已经横行了一段时间 所以未来升的机会 我相信都会比较高一点